我觉得这个回应里面有功有手 他提到蔡英文拒绝九二共识 拒绝一个中国的原则 才是破坏台海现状 破坏两岸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 国台办的发言人提到责任在哪里 就在你蔡英文这方 如果你蔡英文这边承认了九二共识 回到一个中国的正轨 那两岸的现状就可以维持 两岸的和平发展就可以持续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特别提到 大陆不断地在为两岸的和平统一 制造空间 但是绝不容许有任何台独 在里面兴风作浪的空间 特别地提到有些台独分子 妄图在台湾现行的法律下 删除国家统一的字眼 那这都是针对 现在这些台独分子 在打插边球的一些空间跟行为 大陆不会再允许这一种 台独空间的存在 而且说明台独就是一条死路 就是一条绝路 为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蔡英文要在立法机构里面成立什么 修宪委员会 这个就是准备搞台独 所以国台本的发言人 针对这一点提出有利的博士 那第三点 我特别要提到的是 国台本发言人在他的第三段里面 特别提到民族复兴跟祖国统一的关系 他说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 民族复兴的历史必然 而且在这一段的最后特别还提到 不容任何外国势力干预中国内政 两岸的问题当然是中国内政 不容外来势力干预 当然包含美国帝国主义的势力 来恒加干预 好 最后一点 告诉你很多的台企 很多的台商 很多的台青 你们放心 大陆正在全力做纾困 正在全力重启经济 所以复工 复产 复学 都不必担心 民间的交流 绝对会在一个更融合发展的 前提之下来进行 四点里面有的功 有的手 有的是严正的驳斥 蔡英文的说法 跟台独分子插边球的作为 有的是手 让很多的台湾人民安心 放心 所以它是一个有功有手的 回应跟发言 下来进行 下来进行